眼部撞伤案例 眼部撞到门 已在医院打了五天点滴 没有任何改善 还伴有头痛发热的症状 18日白天再次去医院 医生说五天时间不够 还要再打五天点滴才能消炎 一天的医药费是一千多人民币 打完点滴还要开刀 把里面的脓取出来才能修复 听到要开刀 而且可能会流疤 患者就害怕 没有接受医生提出的要求 当天晚上经朋友介绍来到会所 徒卫2015年9月18日晚上 打了五天点滴后的情况 处理前 第一天 徒卫置工处理时过程 由于撞伤 眼部组织受损 里面有淤血化浓 必须排出来才能尽快修复 经过两天的温敷 喝浓生姜汤补充内外热源 加上志工在伤口的浓点处 引浓撒上生姜素 浓一点一点排出来了 继继续温敷喝浓生姜汤 2015年9月20日下午 上完生姜素后 浓还是一点一点在排 但浮肿已消掉50% 继续温敷喝浓生姜汤修复 以及舒缓头部痛点 2015年9月20日晚上 2015年9月21日 2015年9月22日 2015年9月23日 由于需要办事 患者自己回家调养 坚持喝生姜汤、温敷 加上生姜素外用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徒卫2015年9月24日 前后相隔6天时间 前后6天比对 第一天 第6天 第6天